生肖猴,猴年出生的人,具有勇气和活力,做事稳重,充满正义感,在人际关系中经常帮助朋友和家人。 2023年4月中旬,他们的运势非常旺盛,财富运顺畅,事业和爱情都能得到丰收,受到贵人朋友的支持。 但是,属猴的人在工作中积极上进,得到老板的重用,赚取了丰厚的利润,幸福总是降临在他们身上。 属猴的人能够抓住好的机遇,未来必将大富大贵,家庭幸福美满,让他们享受到万事如意,红云齐天,福禄双全的生活。 但部分猴年出生的人在工作中可能会遭遇困难,但只要不断学习和寻求贵人的帮助,事业也必定会兴旺,生活会变得红红火火。 属猴的人乐观豁达,处事令活,相貌堂堂,吸引异性的气质非凡,聪明机智。 他们在职场中常常抢先机,拥有高情商,能够轻易地找到一片立足之地。 当有贤内主帮忙时,他们的生活必定完美无缺,喜事不断,运气不断,家人享福不停。 2023年4月中旬,他们的运势非常旺盛,且裁员广进,奖励金丰富,福星高照,扶摇而上。 属猴的五行属土,代表他们的运势将持续上升,事业上也会得到新的机会。 晋升不断,正财和偏财运都非常强盛。 裁员滚滚而来,猴年出生的朋友,在2023年4月份各方面的运势都有一定的升高。 财神送财,财运四舍,财员广进。 虽然人生道路上有时会遇到挑战,但只要不断努力,属猴的人就能够攀越山峰,继续成就更多的事业和财富。 生肖牛,属牛的人有坚韧不拔的性格,情商也很高,智慧从严。 总能找到赚钱的方法,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向往。 牛人的命运有紫薇和华锡两大吉星庇护,即使遭遇大灾难也能挺过,运程好到令人无法招惹。 在四月九号,他们会得到贵人指点迷津,各方面都会圆满,财富源源不断地涌现。 生意上也会有新机遇,职场上表现出色。 只要持续勤奋努力,牛人就能拥有丰衣足食,富贵荣华的人生。 财运和运气节节高升,晚年的积蓄也会越来越丰厚,生活幸福美满,牛人有非凡的人气和优雅的风度。 男女都很有魅力,他们踏实肯干,对爱情忠贞不渝,始终不忘除心。 善是善终,待人皆物忠厚朴实,深受人们信任。 另外,贵人会继续指点迷津,老板也会给予重用。 工作表现突出,收益逐渐增长。 在运程方面,4月9号属向牛的人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好运。 虽然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小困难,但这些问题都能快速解决。 财运也会逐渐攀升。 接下来的三个月充满机遇和挑战,牛人需要令活运用身边的学习培训机会。 时间不等人。 通过勤奋努力,未来生活将会更加满意。 属牛的人因命宫中的流月吉星金月和银德的加持,运势非常好。 做任何事情都能轻松顺利地完成。 就像有神仙相助一般,毫不费力地达成目标。 在4月9日,他们还会得到习子月德福性的加持,运势更加旺盛。 如果能够抓住机会,他们有希望改变过去两个月运势不佳的情况。 脱离艰辛赚钱的困境,一旦机会来临,他们的赚钱行业将顺心如意。 不再吃苦耐劳。 属牛的人做事风格实在,善于应变。 外出旅游也很有趣。 在未来的三个月里,他们将面临机遇和挑战。 但不要错过机会。 令活利用周围的每一个学习机会。 时间不会辜负有心人。 透过持续的努力和拼搏,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让人满意。 属牛的人性格坚韧,情商高超,非常聪明。 总能想到办法赚钱。 他们的命里有紫薇和华锡两大吉星相帮,可以挺过大灾。 运程好到不好惹。 在四月九日,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有贵人指点迷津。 各方面都会很圆满,偏财横财会接二连三的到来。 生意能够开辟新机遇。 职场上也十分成功。 只要持续勤奋努力。 一生都会过上锦衣玉食,荣华富贵的生活。 运气和财运也会节节高升。 晚年的积蓄也会越来越厚。 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。 属牛的人气度非凡。 相貌伟岸。 风度翩翩。 无论男女都非常有魅力。 待人接物中后朴实。 深守人们信赖。 生肖机。 手机的人有坚定的性格。 稳健可靠。 他们在2023年4月9日会有幸得到福星和天喜性的眷顾。 带来不可思议的财富和好运气。 障碍和困难在这时都会消失无踪。 展现前途光明的局面。 在职场上。 在职场上。 属机人得到了朋友的帮助。 使得工作更加顺利。 事业更加发展。 财富源源不断。 4月9日。 他们有两位贵人的相助。 一位为他们带来财富。 另一位则是帮助他们取得成功。 尤其是在事业上。 他们能够完成任务。 超额完成目标。 并且让工作变得轻松自在。 生肖机的人有许多要好的朋友。 而这些朋友总是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出手相助。 这也是他们有福气的原因之一。 手机的人性格开朗。 热情。 大方。 拥有众多好友。 且能得到他们的帮助。 这使得鼠机人一生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。 享受福气。 4月9日。 生肖机的人将会得到好运气和财富。 他们付出的努力将得到回报。 所有的运程都将开始飙升。 生活中充满了好事。 工作上也有接不完的单子。 家庭生活和谐。 父母健康。 子女学业有成。 所有的努力都将有所回报。 成功和财富将与他们同行。 生肖兔。 兔年出生的人非常聪明且善解人意。 喜欢帮助别人并建立了丰富的人脉关系。 由于性格优点的帮助。 他们确立了取得成功的友谊基础。 然而。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。 由于飞连盘跟二颗星入侵福德功。 部分兔年出生的人运气不佳。 身心疲惫。 从四月九日开始。 喜鹊门口叫叉叉。 饱受官得到闻取太阳光浮星的加持。 如果他们能抓住机会。 不仅会连续出现意外惊喜。 还能开始一段光辉人生。 此外。 属兔的人还会遇到正缘桃花。 与真爱相伴。 此外。 他们需要清晰的思考。 不要盲目跟风。 人生的困境也许是开始成功的起点。 透过持续努力拼搏。 他们的未来生活将充满荣耀、财富和吉祥如意。 属兔的人头脑非常聪明。 懂得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。 把握有限的机会。 创造无限的未来。 他们的事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很顺利。 只要他们持续坚持勤奋。 就能成功完成一切。 在4月9日。 大金兔可能会获得惊人的好运。 之前的不利运势都会消失。 近期的运势非常顺畅。 他们会遇到贵人和好运。 适合和朋友一起共识。 小人不敢靠近他们。 才其冲天。 与属兔的人合作。 会获得更好的回报。 为了获得财运稳定的发展。 他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。 有了好运的到来。 能够顺利地度过任何困难。 兔年出生的人有进取精神。 遇到困难也不怕艰辛。 还具备冒险精神和征服别人的能力。 当他们认真处理事情时。 非常果断毫不犹豫。 以后再次提出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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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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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